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學期最主要跟各位同學要介紹的課程是有關人工智慧 我們這一門課是開在大學的部四年制的下學期的課程 我們上課的內容可能會跟過去同學們上的專業的課程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一學期上課的教材是用講義的沒有用指定的一個課本 那我們的成績的考核主要的是以報告為主以及實作 應用的實作為主 所以我們並沒有期中跟期末考 那我們可能就要有一些作業讓同學們去撰寫 那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可能還會讓同學來做一下分組的報告 那基本上同學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很多同學基本上是第一次接觸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簡單的去想就是說 我們去開發一套系統 他的做事情的方式好像具有人的智慧一樣 或者說他思考的方式是具有人的智慧一樣 智慧的 具有像人一樣思考的能力 或者說他做的好像是有智慧一樣 主要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這樣子 那目前在我們人工智慧的一個領域 那我們最重要是把人工智慧應用在哪些上面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們人工智慧很多的應用的領域 會把人工智慧應用在影像的做處理 在一個處理上面 透過我們的開發的具有人工智慧的一個能力的系統 去做影像的一些辨識等等的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做資料的擷取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會開一些資料挖掘 資料 data mining 的課程 實際上那也是算是人工智慧裡面的一個應用 那另外在國內有一些研究人工智慧的學者 他是針對我們人類我們口語化的 natural language 的一個去做處理 我們讓電腦能夠去判別人所講的一些話 這屬於自然語言的一個處理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最常聽到的一些機器人 ROMATIC 那這些也算是人工智慧的一個領域 機器人能夠依照目前環境 他去做一些判斷去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這是機器人 那另外一個在程式語言上面也有 那以及在一些電腦的網路上面也有 那其中右邊有幾個部分 是我們目前人工智慧領域的一個研究者 比較常用的 譬如說我們在做一些資料的classification上面 我們在資料的分類上面 我們可以用人工智慧的一個程式 具有人工智慧能力的程式去做資料的分類 那甚至還可以做一些預測 甚至做最佳化的部分 那老師這一個學期的上課 主要就是把人工智慧在探討 在處理一些問題的最佳化上面 我們這學期我們大概主要講的主題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老師研究領域裡面的叫做蟻群演算法 那這蟻群演算法基本上是 我有一個學者叫Dorigo 他在研究這個領域方面 他觀察到螞蟻在找尋食物的過程中 他一個最佳化的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因為老師個人在這個領域研究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會把這學期的第一個重點 放在蟻群演算法的介紹上面 那同時會給一些作業 讓同學做一些練習 第二個我會跟同學介紹的是 另外一個叫做粒子群演算法 那粒子群演算法可以把它講 甚至說我們水池裡面的魚 我們丟了耳下去 魚會往這個有耳的地方去找尋他的食物 那透過這樣的原理來去解決我們那些最佳化的問題 那如果還有時間老師還會介紹一下 目前人工智慧裡面很常用的一個 找最佳化的叫做基因演算法 那透過我們基因的一個 生物或者動物在演化的過程 他有基因有優生學的概念去找出最佳化的一個答案 那我們這個學期主要是可能會講到這三個 人工智慧裡面最佳化的一個方法的介紹 那如果同學們學會這幾個方法 那將來如果你在研究對你將來的研究上來講 實際上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的 那老師盡量不要在這個課程裡面講太多數 不會講太多數學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子 好